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正规 然后技术最权威的美容美发学员 我们包括了美容 美发 美甲 美睫四个专业 那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真人实操 能让您在我们的学院里面飞速的进步 好 那其实哈维老师上次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们这回还是要从一开头来复习一下 首先请问一下您加州美容美发行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介绍一下以及未来您觉得它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加州美容美发行业呢 现在呢是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如果刚刚来到美国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那所以我知道您也有一个培训学校 对了对了 就是越来越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是的 是的确实是 我们的培训机构呢 现在来说是多人机呢 就是环境最好 然后呢我们的技术是最权威的 对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的通过率呢 已经达到了全加州第一的这个排名 嗯 全加州第一 全加州第一 哦 明白 那其实我们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 您觉得它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是一个缺人的状态 还是说会慢慢饱和 或者说是您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直都不会 就是像消亡啊 或者是被任何AI取代这种感觉 这个行业呢 总体来说呢 它是一个刚取 美中美发的一个行业 另外一个呢 现在的市场这个行情呢 是逐渐的从大的门店 转型成为这种小的工作室的这个趋势 尤其现在加州政府跟美国政府呢 鼓励大家在家里面创业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就是考到指导之后 学到技术 在家里开始自己给自己打工 自己做老板 嗯 做自顾者 是的 是的 而且收入非常可观 而且呢 上班的工时间弹性也很大 嗯 明白 那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学员 基本上出来之后 考到执照之后 能够赚到多少钱一个月吗 呃 我们从学校刚刚出来的学员呢 呃 就也要看他的技术 看他学习程度在哪 一般好的学员 基本上都能自己独立操作 嗯 这样的话呢 如果他在门店上班呢 因为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一般门店上班呢 是四六分账 呃 基本上就是老板拿百分之四十 员工拿百分之六十加小费 嗯 是这样 那呃 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呢 那就这个收入就很可观 对 全都是自己的 基本上呃 年薪五万六万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真的 明白明白 这样就挺好的 挺好的 而且他时间很自由 其实跟普通的就比较普通的上班族 对的 而且你又不耽误你 你平时的生活 对吧 嗯 明白 那好 那我们听到这个您对行业的介绍之后啊 有一些人肯定就想要入行 那新入行的人呢 在这个行业当中通常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比如说语言 还是说是任何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那怎么样去克服它 呃 如果刚刚入行的这些小伙伴们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的技术技能学好 对 因为讲这话 美容美发这个行业还是靠技术来支撑你的 这个就说一个题外话啊 就是现在有好多机构啊 嗯 就是一些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在洛杉矶呢存在一些好多的一个非法的私营机构 嗯 他们就打着能够快速拿到执照的幌子来帮助大家 但是呢 其实这样我觉得并不好 因为我从事美发行业十几年 我知道其实在洛杉矶也好是在亚洲的地方也好 这个行业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卷 嗯 卷不是代表说没有客人 卷是卷技术 嗯 所以如果一个新入行 我举个例子 比如可能你在别的地方是从事别的工作 可能成从事是文职 嗯 或者是怎样 然后你突然间转到这种专业性的这种工作里面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技术技术的支持啊 其实你是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的 嗯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 他以为拿到执照就完美了 他以为他以为他拿到执照 然后可以去门店学习 嗯 但是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本身我们自己也有门店 嗯 我们作为这个运营单位的话 我们知道 那怎么说呢 就是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老板 你然后你今天来是个白纸一张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请你干嘛呢 然后对我不但要要要培训你 然后呢 我还要还要给你工资 这样的话 其实对对我们来说 其实你知道的是 我觉得亏本的 哎 是的是的 嗯 明白 所以所以我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非常好 没有受过非常好的一个training 一个培训的话呢 你在外面找工作 其实工资也未必会很高 嗯 明白 所以最重要的 你想要入行第一点 练好你的技术再说哈 是的是的 嗯 那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 刚刚你也提到执照嘛 那从事这个美容美发行业 或者说美甲行业需要哪些认证或执照 你这个请你下次介绍一下 美发行业跟美甲美容呢 它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呢 如果你在加州学习美容美发全科执照的话呢 可以同时从事三个专业 哦 对 因为美容美发全科执照包含了美发 美甲 然后美睫 还有美容 其实是四个 对 但是美睫跟美容 它是放在一起的 哦 明白 那但是你考全科的话就可以涵盖掉 全科的话可以涵盖掉所有的美业的这些专业在里面 嗯 明白 那考执照难吗 考执照现在太简单了 之前我们就说过 考执照现在都是中文的 全部都是中文考试 尤其它我们学校经过我们学校培训的学员 基本上是 如果是90%以上全部都能通过 嗯 明白 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比如说呃 去您的学校就是学习 那咱们的这个课程的时间的跨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美发全科的这个学期呢 差不多是六个半到七个月左右 但是呢我们学校呢 就是有一个对学员的承诺就是包教包绘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六七个月之内呢 你完成了你的学习 但是你觉得你基础上面还是有需要我们来指导的 然后你还可以回到我们学校来继续来学 这样就比较人性化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哪怕我考到执照之后吗 哪怕你考到执照之后 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学员说 如果你考到执照了发现问题了 哪里不好 然后你可以再回到我们学校里面 再稍微的再精进一下 对再精进一下 另外呢如果我们经常我们有advance的课 我们会请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比较强大的这些老师 来我们学校给大家上一下advance的课 一些demo啊怎样 我们都会请所有毕业的学员回来 一起一起来跟我们学习 明白那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考取执照的时候就考哪一些吗 比如说一般考试是考实践加理论这样子 就是疫情过后的话呢 现在基本上就只是考那个比试的部分 哦就考比试了 只考比试的部分 所以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啊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同业就因为啊 好像不考实操了 所以大家就只是在只教大家理论的这个部分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对我们当入行的这些西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对 就是哪怕你有执照了 可能人家不知道你水平到哪儿 对这个实操的 确实是 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想入行的话 或者说是我想去培训呢 会有没有入学条件 首先呢就是你要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后呢有加州驾照 还有一个呢 要一个高中以上的一个学历证明 就这样 高中以上的学历证明 其实条件并不可可 是不可可 那如果我是刚从国内来的呢 就是如果没这些东西 或者说我在国内已经有执照了 那我可以换吗 还是怎样 如果您是刚从国内来的这些人呢 那你们可以办一个外国人报税号 就是ITN 你有这个号码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 那另外呢 如果您在中国大陆有工作超过五年以上的经验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可以把你的那个那个工作的资质呢 然后交给那个加州教育局 他会有进有个评估的单位 他会进行评估 他会帮你减免一些一些市场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 他们去找那个 现在他们知道了 他们去找那个黑 那种私人中介的话 可能要花个四五千 这么贵 要花个大几千 对其实很便宜 对其实你找我们很便宜 明白 一千块钱以内我们就都能帮你报便 就如果你在国内有执照或者有工作经验的 有工作经验的 都可以 都可以来找我们 其实很便宜很便宜 真的 明白 不要被骗了哈 不要被骗了 好 那想请问一下 您刚说现在其实考试都已经有中文嘛 那就是毫无英文水平的需要 是的 确实是这样 对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想在老外社区啊 或者在比较好的高端的社区啊 服务一些高端的人群啊 你有一些英文的技术会更好一点 当然当然 就是技术不压身嘛 是的 但是 但是 在美国啊 对吧 这个英语还是挺重要的 明白 那我们刚提到一个考执照的问题嘛 那您说其实有分几科 那你有没有说比较推荐说你考全科好啊 还是考美业好还是考美发好这样子 就哪个更值得推荐吗 可以这样说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啊 我先说我们学校别的学校我不知道 那我们需要一般来来来同学来我们学校报名之前呢 我们都会先面试这个同学 哦 我们先先会了解他对哪个方面比较感兴趣 我们才让他报名 因为您知道学习这个技术啊 这个过程是非常枯燥的 嗯 那如果他不感兴趣 那硬要逼着他去学 其实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又达不到我们这个培训的效果 嗯 所以一般我们新的学员来我们学校之前 我们先面试 我先问他 你对美容美发美甲或美睫 这四个行业哪个是最感兴趣 然后我们就推荐他 让他学最合适他最适合他 嗯 明白 所以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入学的要求了 我们要先经过一个面试啊 但这个面试相当于是咨询了 不能叫面试 是的 是个咨询 因为我我知道其实要脱产来上课的话呢 嗯 大家会第一呢会耽误时间 然后因为不能工作 嗯 然后呢也会交学费 我就不想大家浪费钱浪费钱 嗯 对吧 所以要脱产去的话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兼职 或者说我们的课程是十分密集的吗 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可以一周 可以选择有三个选择 一周可以上五天是full time 然后呢还可以选择三天和四天 哦 part time也可以 对对对 part time也可以 明白明白 嗯 那我们刚提到哈 您说有一些这个私人的机构 可能它就比较不正规 那您说在美容美发行业当中哈 我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正规的机构 怎么样能够看到它是一个正规的机构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嗯 其实首先呢就是在加州呢啊美容美发师管理局跟加州教育局呢 它有个要求正规的学校的它的那个战地面积一定要超过四千尺 我的面积有要求 哎对它因为有这个安全的这个防火的这个要求 所以正规的培训学院面积一定要超过四千尺 然后呢我还会有那个加州教育局颁发的那个证书 哦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嗯一个正规机构不可能在车库里面办过 对吧不可能在门店里面办过 明白 对所以你当你走进去你感觉这个地方就它压根就不像是一个培训的一个地方 就是也没有学生 嗯大家也没有那种学习的氛围 你肯定知道你走错地方 明白明白 这太小的不行 对啊 没知道的不行 甚至有一些黑人那种私人机构它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 那是怎样线上吗 就很恐怕他们可能就是在马路边啊 在餐厅里面就跟你这样沟通交流 你说你多可怕 哦 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种就是相当于说他们没有线下的培训 就只是给你一个线上考取执照的一个渠道吗 呃他们甚至连培训都没有 有的有的机构 有的机构就就就就我所知哈 有一些机构特别有意思 呃他他里面的那些啊负责人呢 基本上连一些常识都没有 呃因为我经常会刷一些社交媒体啊 嗯和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经常会刷到一些视频 然后呢有一些负责人呢 可能文化水平的差异吧 会经常说一些特别搞笑的事啊 啊我举个例子啊 分享一下 之前我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 有一个也是一个私人机构一个女生 然后呢他在那个视频里面会会讲说我们的美容美化学校每一年是有教育局的名额在那边 你知道还有说我们从我们美容美化学校毕业的学生然后两年之内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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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执照 然后就你会就突然间感觉这个无知啊是真的挺可怕的你知道吗什么都会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说你把前规则说出来了也不要真的假的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完全是子无虚有对就是吓唬闹流的时候你会感觉是那要总结一下第一个其实正规的机构它是有一个培训的面积的要求的哈那如果说跟你说线上授课或者是跟你说我们就是门店路边车库那些你千万不要相信哈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正规的学校它是可以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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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收支票然后还有现金呢还有任何任何合法平时的我们是都都可以收就不像有些人他只收现金你就感觉很可怕这种事情在违法在违法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 逛民之前呢一定要去学校去参观一下看一看场地看一看学员的这个氛围这个学习的氛围看看这个有没有真实操这个是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现在好多 小伙伴来资讯我的时候就是很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学校有没有真人模特来给我做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发这个行业哈尤其是美业一定是呃要操作对的一定是以技术为基础如果你一个学校连真人的模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了嗯怎么操作呢这个就很可怕了而且你走回去的时候尤其我做美发行业这么多年我知道如果你不减真人 不做真人有一天你走出去走到门店的时候你是很难克服心里的那种恐惧的你万一听懂客人的要求怎么办对的对的所以如果没有大量的这种真实操给你我建议你一定要想清楚要不要去那个地方帮你嗯对的那正好说到这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V2美发就美容美发学员是怎么样去做一个真人的实操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呃呃呃截毛跟呃 World尋发的部分全部都是免费面向社会免费去找那些模特来嗯对然后呢我们会有这种老师来来进行辅导嗯也就是说当客人走进来呃全套的这个专业的儿呃这个咨询嗯会我们有一个 consultation 可以是一个认证程项港笔项穷嗯 全部都会一对一的去检查 要保证这个客人他非常满意 而且保证这个作品完成度很高 这样的话呢 客人也很满意 他会再来 那学员们也会有信心 能够坚持下去 美洁跟美甲 美洁 美甲 美饭 我们全部都是 那我一定要去一下 那他们的地址 我们的地址是在 1600Sauce Azusa Avenue 在Panichu墨里面 明白明白 就是AMG跟海底捞的 对 就是海底捞那个墨里面 好 明白 那其实我经常也有看到 你们在网上的宣传 每天都还蛮多人的 我们其实宣传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们想说 我们不要把那个成本 就只放在这个宣传上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 都是学生给我们推荐 我们学生推荐人来的会比较多 对 对 对 但是我有看到很多人 就是在网上夸你们说 就是价格很低 有一些是免费 但是依然捡得很好 是的 因为我们就是非常 这个就得又说回来 刚才那个 就是在学员来之前 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小小的门槛 就我们其实是会面试学生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我可能我当时就劝退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 就有一些小伙伴 他可能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他来的时候他会问我 老师我可能只是来拿个证 我不上课行不行 那不是浪费钱 或者就是说老师 我就是有一些同业 他他做一些就是违规的一些操作 他会来咨询我 我也想这样做 比如说我这想买时间 然后说我不来行不行 那基本上我就劝退他 我们只招收 就是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有热情的 愿意付出时间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这样的学员 不要做坏 就是这个民生跟规矩 我们一直对我们这个口碑 还把功率是很高的 嗯明白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一直在聊 这个执照还有实操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执照是全美国通用吗 或者说是我需要venew吗 您刚好像有提到 是这样的 这个执照呢 是指针对加州的这个居民 然后呢你到外州的话 可以进行个更换 是这样的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加州有加州的美容管理局 美容美发管理局 那别的州 也有别的州的美容美发式管理局 你到了当地的这个州之后呢 你联系当地的美容美发式管理局 就可以进行更换 然后这个执照呢 一般是两年更新一次 然后很很很便宜 差不多就50块左右 就是这样 更新要重新考试吗 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明白 那如果我们要就是考不过 您说是包过 我们学校去考过 对 考不过的话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考不过呢 就当下马上申请第二次就好了 嗯 对 其实讲难听点一年呢 能考二十几次三十几次 这么多 对啊 但如果你真的是 都考不过的话 都考不过了 我就劝你 我们要不要 算了吧 就换一个行为了 可能 是不是 所以就这样 没毛病没毛病 好 那再请问一个 我们有没有毕业标准 就是哪怕他考过了 我们在实操方面 有没有毕业标准 我们学校确实是有实操标准的 就是因为我们想说 就是一定要培养出更好 更优秀的这种美业人才来 那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是以美发举例 我们会有一个一个类似 一个考核制度 因为我们会有几款 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发型 然后还有一些颜色搭配 跟跟这些沟通的这些技巧 就是你在毕业之前呢 我们先会给你考一个试 对 先考学校的试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让你的程度在哪 如果你在有一些技术方面 有问题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再在学校 接着再学习一段时间 当然这段试是免费的 我们只是一次性收费 包教包惠 对 那如果就是我考到执照之后 我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advanced的课程的话 比如说我已经考完了 我还可以 我们经常有advanced的课 就是我正学员也一样可以回来 正学员就免费回来学 就免费升级也是我们的承诺之一 甚至我们有跟中国大陆一些 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些法行师 我具体就不说名了 就我们会跟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些 反正是进阶合作 他们可能会来我们学校 然后我们学校周一周 周天是关门的 我们这周一周天会免费给场地给他们 然后他们会在我们这边开课 这样的话我们学员可以免费来听 因为我们是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 我想 我想这个观众应该特别感兴趣的是 就是最近的话呢 这个投疗这个行业是非常流行的 是我经常看到 对的对的 我们也有 你们也有 不是我说你们也有 我们有我们有 我们有我们有 我们在今年五月呢 我们会和法国的一家 投疗产品公司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 那从五月开始 他们的产品跟仪器 就会进入我们学院 然后呢 每个月会进行两到三次的一个系统的培训 那我们讲的这个投疗行业怎么样去做培训 还是说是怎么样去推出这个行业的服务 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最近呢 跟那个一个 法国的一个品牌 一个投疗品牌 产品品牌 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 然后呢 他们在今天五月左右呢 会有他们的产品 还有他们的仪器 还有他们的培训 进驻我们学院 那他们面向社会的嘛 其实是收费的这个培训 而相当的贵 但是对我们学院的学院 是进行一个免费的培训 对 他们的产品呢 现在已经是达到了 欧盟的最最最高的那个要求 然后呢 今天五月呢 我们也会帮他们一起 一起推广他们的这个培训课程 嗯 明白 所以我们是独家合作 是独家合作 在乱业机我们是独家合作 明白 太棒了 那这个也开放给观众 就是客人 还是说就是 紧培训 我们只是培训这块呢 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学院为主 但是呢 他也会在社会上面招收这种学院 但是呢 如果是从 如果你不是通过我们学校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费用在那边 明白 明白 好 那最后呢 想请问一下您啊 有什么最终的终极建议 给到所有想入行的朋友们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也是在美国开始 从这个行业的 那每一个步骤呢 我就是一路走来就知道做这个行业 其实虽然感觉他赚钱很多 但是呢 一路走来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我希望如果今天您打算加入这个美美美饭美容美甲的一个行业的话呢 我希望你能够第一找到一个正经的一个培训机构去进行学习 嗯 然后不要想的只是走捷径或者拿到拿到执照之后然后可以去门店去然后让让当要让门店去培训我啊 这个是不可取的 还有另外一个啊 你们要知道哈就是如果你的技术不好即使你去了门店门店还会在找你收一部分费用 这个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就我知道好多敏捷店啊 嗯 如果你技术不好其实你有执照你还是要给他学费的然后这个学费还不一定退给你有些美甲店也是 哈还能这样对了甚至甚至差不多都是大几百几千的这个样子嗯 所以我说如果你在你在你在选择美学在在选择培训学校的时候如果能找到一个有真人实操然后有技术各个方面非常权威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完全可以省掉这笔钱嗯 还有最近我还要听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现在有好多学院文明学同学就开始基金网课 网课那怎么实操呢哈哈哈 天性网课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吧可以说是资深的美美发师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你知道吗 网上帮你剪头我不是在说人家不好啊我是我是想说什么时候这个这个学技术一样学语文数学一样能在网上教学嗯这个我觉得不我我我个人认为不太可取啊不现实了对 可能我是比较老派的这种发生师不是这这当然啊你没有办法说出去剪头你给我AI剪一下网上剪一下对吧所以不可能 所以有一些小管件问我哎老师啊我没有时间来上课我上网课行不行我都会告诉他我说那你就不要花这个钱嗯对吧因为你浪费时间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的钱你学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嗯对不对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报名之前呢一定先要去这个机构去看一下参观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机构的 感受一下这个这个机构的规模嗯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能让你学到专业技术然后能帮你啊以后致富的这么这么一个地方嗯对明白好感谢哈维老师那么今天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美容美发行业的这个潜规则哈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行业学好技术这样子才是能够保证你越入过外的这个关键哈你光拿到执照是没有用的好那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已经打在了屏幕上以及待会在视频 下方的内容说明区域包括这个地址我们都会打上的如果有任何感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呢记得联系我们的这个VR美容美发学院以及我们的哈维老师那么相信他们会给你给出一个最好的建议以及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完整的一个技术啊还有包括的这个执照的一个建议了好再次感谢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谢谢 谢谢